怎么安放好祖先的骨灰塔和神主牌 又可以利益后代子孙 这个重视风水 这个血点的风水 是很重视 背后有靠左右有抱前面有照 那么不要有横梁压 不要有一些拜散地去埋葬祖先 目的都是为了子孙后代好 因为他叫阴极子孙 因为他住在那个地方他不好 他身上有DNA 你的孩子身上也有他的DNA 因为你身上有爹妈的DNA 你孩子一定寄存了你的祖先的DNA 所以祖先DNA不好 他过得不好 他通过DNA释放的波 就是不好的波 那么这个波被你的子孙收到了 他就是干扰波 痛苦波 怎么能好了呢 所以选一个地方 祖先在那个地方很安稳 那就是释放出了一个好的波 那对子孙就是助力 绑住他 让他乱 因为祖先的DNA释放的波 是不乱的波 他都不乱了 他不安 释放的波是安的波 稳定的波 他都安了 所以大家要重视这个太重要了 显坟地的时候一定要重视风水 那这个风水课今后慢慢跟老师学 依补星向山作为大菩萨都要掌握 因为你要度众生 你不能不会这些东西 你不会人家求上门你帮不了 人家就求你帮这个东西 你结果你又帮不了你哪是大菩萨 对不对 你不能说你这个头疼脚疼都吃以胃药 我只会这个 那不行啊 所以以前的传人 师父带徒弟的传人 他是要选你做传人 他一定把伊补星向山 五大类基数都交给你 那这个怎么去选 刚才骨灰塔也跟大家讲了 尽量选地下室吧 再一个就是如果是选骨灰塔的位置 最好选一个由一个清净的 有道行的名师主持的这样的骨灰塔 就是他选的地址 他安顿的 为什么 那这个道场 他就有和诸佛菩萨连通的法脉和线路 说诸佛菩萨 你的祖先在呢 可以得到诸佛菩萨的护友 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佛庙也好 道庙也好 安排骨灰 实际上那个地方他不修炼 不修炼在那儿 他就没有一个修炼道场的作用 他只是一个寄放骨灰的作用 那个地方就乱糟糟的 那一般的这个 你看他们现在 不管这个山庄那个 他都弄个地藏王菩萨什么 但那个地藏王菩萨没有开光 地藏王菩萨也不在 地藏王菩萨不在 那就恶鬼当道 地藏王菩萨一到 护法就到 那就是有规有据 管理的景言有序 你找一个没有道的道场 安放自己的祖先的骨灰 那是祖先在那儿就受欺负 善人受欺负 恶鬼当道 那哪行啊 所以是对得起他们 选一个有道的道场安置 这个很重要 最好是那个道场还能天天放着 这个修炼 回向功德给这些仙人 都能帮上他们 那神主牌自己家里可以设 祠堂你是张姓祠堂 李姓祠堂里可以设 那我们设的这个永世祠堂 里面设的跟普通祠堂有点不同 就是我们是请大家的祖先来修道的 修炼的 他们是活着的 他有思想 他听得懂经 他已经解脱了 他没有肉身的累赘了 他也想去好的地方 早些的完成他的修炼使命 他很愿意修道 说我们这次开启的新加坡的祠堂 太神奇了 每一个人进去哭哭啼啼的 走都不愿意走 留恋往返的 为什么 祖先太感动了 这是哪有这么 给我们这些死人放着来修炼的地方 没有 都是放那也不允许上香 也不允许烧纸 也不允许 你放那个地方干嘛 祖先去了连个饼干都没有 连口水都喝不到 那放那干嘛 那不是找饿吗 他们到那去找饿去了 至少你要24小时香火 蜡烛 水 点心 水果 要供上 他饿了 他能吃一口 对不对 有点香气 有点生气 他可以滋养他的慧命 要选这样的祠堂 你说去了光收钱 把牌位放在 也不让来祭点 也不让烧香 也不让点蜡烛 也不让烧纸 你放那干嘛 所以要重视这个 要重视这个安置好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un immig镜需要您的支持